1923年7月 美国第一部奇幻特效电影 巴格达大道正在拍摄 这部片子从拍摄到上映一直饱受关注 但是在拍摄片场 最受人的关注的却不是导演和演员 而是一名来自英国的龙套 这个龙套是个英国学生 从一进组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他似乎永远不知道疲倦 每天在剧组里上酸下跳 剧组用的钢琴线钓钢板 连特检员上去的时候都心惊胆战 他用来当秋千人玩 而且这个龙套还兼职场计 有球必硬 哪有火哪到 生产队的末本都会让他磨出火星的累了 后来人们才知道 这个男孩如此形式并不是因为他勤劳 而是因为他真的是英国最有精力的男人 他的名字叫约翰·马尔克姆·索普·弗莱明·丘吉尔 或者你也可以叫他杰克·丘吉尔 1906年 杰克·丘吉尔出生于英属西兰的科伦坡 父亲亚克利·丘吉尔是一名殖民地的工程师 说来惭愧 虽然他的家族也姓丘吉尔 但杰克家族这个丘吉尔和后来的英国首相 虽然不能说是同分同缘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温斯顿·丘吉尔的完整姓氏是斯宾塞丘吉尔 是正经的老英国郑米兹奇 家族里的公爵伯爵满坑满谷 而杰克的家族一直在牛津郡混 祖上倒也是混高端圈子的 什么园丁 屠夫 马夫啥的也出了不少 啥都肯干 到了杰克的爷爷那代 由于在老家实在混不下去 只能跑到亚洲殖民地来讨生活 在儿子出生后 亚历克给自己的长子起了一个很长的名字 约翰 马尔科姆 索普 弗莱明 丘吉尔 简称杰克·丘吉尔 你要说为什么一个没有杰克的名字 能简称为杰克·丘吉尔 我只能说这就是大英帝国优秀的匹配机制 在杰克·丘吉尔出生那年 他们牛津当地的教会大发慈悲 强征了丘吉尔家的土地 还把他家祖坟给跑了 父亲维权未果 只得于1910年再次前往殖民地 当公务员工程师 这次他的任职地点是一个穷地方 叫做香港 幸运的是 亚历克在香港的职业经历还算成功 他跟港都关系不错 甚至进入了香港的执行委员会 正当亚历克蠢满志地准备大展拳脚时 他却换成了眼疾 很快就到达市民边缘 由于病情无药可治 亚历克只能提前给三个儿子安排出路 亚历克要求儿子们去报考牛津龙校 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而那个学校可以提供丰厚的奖学金 高中毕业后则可以去念军校 毕业后你们哥仨直接参军 肯定没有这个BH一辈子的工程师奖 应该说父亲亚历克的安排还是相当靠谱的 他们家的老二老三都顺利地完成了父亲的嘱托 但老大杰克却早早地显示出了一众不同 在高中时 捷克没有获得奖学金 这并不是因为他成绩不佳 而是因为他实在太野了 小捷克是在香港长大的 二十世纪初期的香港可是真正的穷地方 鱼龙混杂 智力粗粗 三教九六啥人都有 路生都跟他一比都算是个和谐社会 虽然捷克家是英国人 但小捷克童年所见所感的 仍然是那种混乱且自由的气息 这逐渐塑造了他的性格 老师和同学们发现他基本是 爱好宽广 胆大眼贼 精力无穷 撒手就美 整天都能二话似的 谁也管不住他 所以在学校里读书 对于捷克来说如同坐牢 他的人生信条 跟离狗嗨里的福布大叔一样 我的人生是一场旅行 他隔三差五的 就要逃学出去浪一圈 无论是乡间野外 还是田园市井 能去的地方基本都去 虽然没有拿到奖学金 捷克最终还是凭借过硬的素质 考入了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这是世界顶级的军事学院 贵族子弟颇多 可是捷克和我这种 沉默寡言的人不一样 他在学校里相当吃得开 在军校里 捷克充沛的精力 终于得到释访 除了完成训练任务外 他上蹋下跳地 搞了不少个人爱好 相比于循规老矩的 世家子弟 捷克性格极为开朗 属于社交牛逼正晚期 成功在军校里 成为了带头大哥 在军校里 捷克终于意识到 英国玩不开他 1923年 他利用假期跑到了美国 边打林工边旅游 彼时他正对电影很好奇 就去片场看热闹 看着看着就混了个龙套党 每天拿剧组的VR当修仙玩 在当时的好莱坞 还成为了传说 不过 这种小事 只是捷克一生的编脚料而已 真论折腾 还得从1926年说起 1926年 捷克从军校毕业 等待着部队分配 军队的HR找到他 告诉他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 您在没有开康的情况下 为历史悠久的 曼琛斯特军团选中 直接成为一名重士 坏消息是 您在驻扎地的仰光 在当时戴英的众多殖民地里 缅甸属于最不受欢迎的去处之一 因为那个地方 现在都不算繁华 比如说20世纪初期了 当年的仰光荒凉的一匹 当地的英军 基本享受不到人类文明的成果 他们的状态 用一副唐朝对联来形容的就是 想结一念结一 结一不一 民爱理吃爱理 爱理不理 横批 看破红尘 所以 军队的分配军官 想了一大堆理由来说服杰克 然而杰克收到通知后 当场表示 您这话说的不对啊 这明明两个都是好消息啊 我的人生追求就是 渐行渐远 有多渐行多远 他兴高财烈地收拾行李 去了缅甸报道 一天都没耽误 人事部门的长官 为此内疚了很久 深深负罪于 自己欺负了一个傻子 孟子说得好 全好不容易 却坏一出溜 跑到缅甸的杰克 彻底放飞了自我 他在那边如鱼得水 一个营地又一个营地的乱窜 瞅啥玩意儿都稀奇 为了适应缅甸 烂到极致的公路情况 杰克专门学习了骑摩托车 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入伍当年 就骑着摩托 横穿了八百多公里的 缅甸无人区 在山地和平原池场中 找到了最纯粹的快乐 当然 这种冒险行为 总会有点小瑕疵 瑕疵就是 杰克好几次差点摔死 有一次 他在平原上高速冲刺时 撞上了一头水牛 事实证明 在绝对的重量级面前 你设计的再复杂也没用 杰克当场从赛车手 变成了飞行员 幸亏摔到了泥地里 否则他后面 就整不了这么多活了 再后来 缅甸境内 已经满足不了杰克了 他悍然从仰光出发 前往2400公里外的 印度加尔哥达 并且再次撞上水牛 差点把自己撞死 不过 这都是无关痛痒的戒选之急 在不断的冒险中 杰克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其中包括英军的高地兵团 高地兵团来自苏格兰 杰克跟这帮老哥混熟后 跟乌格纳的阿明一样 立刻成为了一名铁杆经苏 从此收获了人生的第一个装备 苏格兰风鼻 在曼车斯特军团服役一年后 杰克非常满意这种生活 然后他就做了一件 大家都认为非常缺德的事 给弟弟托马斯写信 在信中 杰克告诉即将毕业的托马斯 缅甸可是个好地方了 这边实在太爽了 有山有水有树林 没灾没祸没污染 你毕业后也过来吧 来了哥照你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这种行为很缺德呢 因为杰克的弟弟托马斯 本来有更好的去处 托马斯跟杰克虽然是亲兄弟 但性格却天差地别 托马斯是个简单朴素的超级学霸 是桑斯斯特的著名作品家 由于成绩优异 他可以自行选择服役不对 本来他选择在英国国内服役 可是接到信后 托马斯立刻表示 我大哥是个靠谱的老实人 他能坑我吗 他说缅甸好 就指定不能刺 果断选择了来到缅甸 到了缅甸以后 托马斯欲哭无泪 这地方啥都没有 每天闲着看大鳄鱼刺牙玩 杰克倒是愿意带弟弟出去玩 但他的作题家弟弟 实在没有那个兴趣和精力 哥俩一个是缅甸徐夏克 一个是阳光望复迟 就这么在阳光待了三年 一直待到了1929年 1929年的缅甸发生了什么呢 在征服缅甸后 按照祖传的搅使传统 戴英把大量印度人移民到了缅甸 这群印度人很有幽默感 他们很羡慕戴英的高利贷帝国主义 自己虽然不是帝国主义 但是可以放高利贷呀 他们在缅甸向当地人放高利贷 为了做到可持续性的节泽而鱼 他们甚至把高利贷放到了缅甸农村 印度人这种行为 属实把缅甸老乡们整笑了 放高利贷你也不看个啥地方 你有催手手段吗 你就敢放款呢 缅甸的土著们 成群结队地组成路口的大军 集体去找印度人贷款 等收账的人来的时候 老乡们集体用大刀长矛 来表达自己延期还款的意愿 印度的催手组们从来都是有序无悔 1929年 走狗被欺负了的戴英看不下去了 各地英军开始下枪普法 用物理手段帮印度人搞催手 而驻扎在缅甸的丘吉尔两兄弟 正巧赶上了结果 作为优等生 弟弟托马斯被予以重任 屡地占拱 从此在英军中如鱼得水 多年后最终以少将军县退役 而哥哥杰克则由于过于没溜 长官压根就没让他上战场 而是命令他看守仓库 令人惊讶的是 对于这个命令 每天上算下跳的杰克 一反常态地表示了服从 而没有想去战场凑热闹 原因是 他在旅行中受到过不少缅甸农民的帮助 不愿意对缅甸土著出手 所以这项闲差正符合他的想法 1932年 他主动申请调回国内 并且在1936年 在好友克拉克的鼓动下退役 杰克之所以会受鼓动 是因为他的朋友克拉克 是个十足的富二代 他买了一辆好车 约上杰克一起环游欧洲 哥俩开着新车从爱丁堡出发 向北穿越了整个苏格兰 再向南穿越整个布列颠岛 到达多福尔 随后他们把汽车轮渡到欧洲大陆 游历了法国意大利和伊比利亚半岛 而且一路上 哥俩是穿着苏格兰裙 吹着风笛横穿着半个欧洲 很是扩大了京苏的影响力 回国以后 杰克片刻不肯安分 他把克拉克送回家后 转身去了东非肯尼亚 在内罗比当了一段时间的 报纸编辑和模特 肯尼亚是著名的狩猎圣地 杰克在此又多了一项爱好 射箭 坦率地说 杰克应该算是个天赋超群的人 他随便玩玩的业余爱好 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1938年 他返回英国 参加了在奥尔德肖特 举办的风笛大赛 属于比苏格兰当地人还好 获得了亚军 1939年 他又跑到了挪威奥斯陆 参加了当年的世界射箭锦标赛 名列男子组个人第26名 作为一个业余选手 这已经是很惊人的成绩了 参加完世锦赛的杰克返回英国 本来打算再去美洲转转 可惜的是 那年的秋天 欧洲闹了点小风波 希特勒闪击了波兰 杰克被英军召回了部队 1939年9月15日 杰克丘吉尔回到了连队驻地 在军营里 他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因为他背着一部风笛 拿着一把长弓和苏格兰扩建 长官问他 你这是打扮军军有什么大病 他说 一个不带配件的英国军官 算是行为不断 对于这个政治正确的回答 长官也没什么不满 男人嘛 变态一点有什么错 谁没有点个人爱好啊 只是 当时他的战友们都没想到 杰克会把这几样装备 真的运用于战争 经过整讯后 杰克随部队开赴法国边境 在初期的静坐战争里 他每天无所事事 白潭瞎晃荡 晚上喝小酒 日子过得也不差 然后 从1940年5月开始 从东线藤书首的纳粹 让他见识到了什么叫法国速度 几十万大军被德军 像赶鸭子一样 碾到了敦克尔克 开战初期 杰克的任务是带着手下打伏击 主要针对的是德国巡逻队 在传说里 杰克的战术是带着人埋伏起来 然后自己用长弓 一箭射死德军军官后 全军出击 实际上这是一种谣言 他本人在战后解释 自己没有那么重二 在战争中 怎么可能用弓箭这种重二的东西 他一般都是带着手下士兵埋伏起来 然后看见德军过来后 挥起苏格兰扩建 大喝一声 给老子打 然后手下开枪再开枪 扔手雷了扔手雷 自己根本没用过弓箭 因为自己的长弓 被一个卡车司机压碎了 在敦克尔克战场 杰克的部队打得很惨烈 他本人也负了伤 他也于1940年6月的最后一批 返回英国 这场惨败让杰克极为不爽 所以 他很快就决定加入不列颠突击队 继续跟纳粹互动 所谓不列颠突击队 其实只是无耻投袭的一个好听的说法 当时的英国由于正面战场 实在干不过德军 所以组织了一批小分队来投袭德战区 这些小分队凤雄打了就跑的猥琐战术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好差事 但杰克很愿意参加 部队的训练很紧张 但杰克依然忙中偷闲的顺便结了个婚 娶了传业大亨丹尼爵士的孙女 等他休完婚嫁回到部队的时候 他发现欧洲的情况已经大为改观 希特勒的大军已经跑到东边 和斯大林交换意见去了 因此 突击队终于可以放心洒出去捣乱了 杰克所在的三号突击队 也被赋予了第一个任务 射箭行动 射箭行动的目标是挪威近海的沃格岛 那里有数个德国控制的鱼油生产场 英军要破坏这里 这不是为了增加纳粹的动漫硬化风险 而是因为鱼油有一项比较冷门的应用 制造高爆炸药 1941年12月27日凌晨 出击队乘船穿过北海 悄悄接近沃格岛 英国空军在轰炸后 扔下了不少烟雾弹来掩护登陆部队 在烟雾的掩护下 杰克带着士兵们乘坐登陆艇出发了 为了鼓励士气 杰克在登陆艇里用风笛给同僚们演奏了一曲 卡梅伦人在行军 一个人都没走 充分体现了自己的镇定 当登陆艇接近海滩时 杰克放下风笛 右手拿起扩箭 左手掏出左轮手向 一副标准的社会人形象 就冲进了浓浓的烟雾 直奔暗房炮台冲去 接近炮台时 杰克在行径中连甩几枚手榴弹 毫不费力地冲了上去 然后他才发现 自己扔手雷的篇幅也如此之高 几枚手榴弹居然全截了炮台上的德军 轻而易举地完成小队目标的杰克 直接带着手下就地坚守 其他突击队几个小时内 就摧毁了德军的各种设施 任务完成得极其顺利 但杰克却在这项任务中负伤了 负伤的原因是 他在战场上乱串的时候 找到了一瓶好酒 兴奋的拎制瓶子向队友显摆 正显摆时 远处落下了一枚炸弹 炸弹倒是没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却把手里的酒瓶子震碎了 一块碎玻璃划伤了他的前额 收购回国后 英国媒体对这项行动赞不绝口 此时的杰克由于各种行为艺术 已经在英国非常有名 而且因为自带流量 所以被重点宣传 但仇人的是 由于他的体质实在太好 没几天额头的伤口就自动痊愈了 可是媒体已经把他负伤的消息 报到了出去 为了配合宣传 他不得不借老婆的口红 往脑门上抹 来cosplay伤病 之后的日子里 杰克在英国本土训练部队 还幸运地躲过了两次送命的任务 1943年间中 在美国的志愿下 杰克的部队终于可以不再投袭 而刚正面了 1943年7月 杰克被派往意大利参加卡塔尼亚登陆战 在这场战役中 他终于展示了自己的完整形态 他手持扩建 身背风笛 跨着长弓和几个箭筒 嗷嗷叫地冲上了海滩 有朋友可能好奇 他搞这么一套皮肤上战场 领导不管吗 其实这事也没啥说不通的 因为杰克的装备体系相当完善 尽则扩建贴脸 远能长弓出突 没事还能用风笛 给战友们补拦加Buff 你确实也说不出他有啥短板 而且二战中 冷兵器上战场绝非孤立 在东线 有个铁匠参加苏联红军时 随身携带自己的大铁锤 见到纳粹就来一下 让法西斯从物理上 感受工人阶级的力量 但非常遗憾的是 意大利士兵压根不给他练手的机会 继法国速度之后 他又一次见识了意大利速度 没能满足战斗欲望的杰克 在这场战斗中 杰克在这手下 趁黑摸上了德军的哨所 自军扩建挟持了一个德军士兵 然后推着这个士兵 一个哨所一个哨所的摸过去 在肉搏中 他的扩建还被敌人打掉了 这场战斗最终以杰克的胜利告终 他的队伍俘了42个德军 胜利后他带着战俘下山 遇到了美军巡逻队 两边打了个招呼 就忙各自的事 结果回到营地后 杰克才猛然想起来 操 自己的扩建望在了德军哨所那边 赶紧齐摸地跑回去找 结果回去的路上 他意外又见到了那只美军巡逻队 这群美军应该是迷路了 非常作死的正在往德军防线走 杰克好心地告诉他们 你们走错路了 赶紧掉头 结果 这群死心痒的美国人坚决不肯掉头 还表示 你不也再往那边走 你咋不掉头 杰克非常无语 说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是去捡装卫去了 两眼难却想死的鬼 杰克阴阳怪气地说 你们不听拉倒 好在咱们也不会遇到第三次 1944年1月 杰克被调到了南斯拉夫 这个调令来自于他弟弟托马斯 此时他的作体压弟弟 已经混成了他的上级 他让杰克的部队去南斯拉夫打游击 是因为打游击没有正面战场那么危险 这是照顾哥哥 结果没想到的是 这一照顾 就照顾出事了 到了南斯拉夫后 杰克干起了老本行 在巴尔干半岛上 开始了磷龙行为 他配合南斯拉夫铁托手下的游击队 打门棍劫不挤 凡是跟德欧作对的事儿啥都干 这种日子过了几个月 就在杰克越来越顺手的时候 1944年5月28日 才接到一个紧急命令 上级命令他 拉上你一切能拉上的英国和南斯拉夫武装力量 立刻向你东北方向的布拉奇岛进攻 立刻 完全懵逼的杰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东拼吸收了1500多人 冲着布拉奇岛冲了过去 其实这个行动的原因我们清楚 因为有个叫奥托斯克尔资内的家伙 正在带人投袭铁托的驻地 为了掩护铁托和英国外交使团 南斯拉夫和英国动用一切力量 向德军进攻来侧应铁托 战争的结果 是铁托和英国外交官们成功脱险 但杰克却捣了血液霉 因为上级命令他进攻的布拉奇岛 是个德军补给站 上面放着的还不是一般部队的补给 奥托斯克尔资内 把自己部队的后勤物资 都放在了布拉奇岛上 主要行动失败后 此时他正带着部队在这里休整 两个通聊宇宙的人物再次相逢 可怜的杰克在6月1日一登岛 就被以一代老的奥托一通海面 杰克拎着大舰冲上海滩后 立刻被暗房炮热情招待 6月2日清晨 他带了自己的老部队们又冲了上去 这次成功占领了暗房炮台 可是部队伤亡非常惨重 最终在炮台上 仅剩的6个人又挨了一发炮弹 就剩下了杰克一个人活了下来 此时的德军已经围了过来 面对着如狼伏似虎的敌人 杰克拿起了风笛 开始吹奏一曲 你再也不会回来吗 德军没有见过这种架势 没敢上前 甩了颗手雷上去炸晕了杰克 成功俘虏了他 俘虏了杰克后 德军非常惊喜 他们觉得这下可得到大鱼了 原因是 他们看到这个人证件上 显示他姓邱静 如果他姓邱静的话 那岂不是姓邱静了 而且赶在这场上吹风笛拿上剑 这肯定不是一般的探机生物 没点关系谁相信呢 俘虏他的德军指挥官 汉斯图纳是个比较机灵的人 他没有虐待杰克 甚至允许杰克去占有牺牲的山丘上 再吹奏一曲 给那些同僚送行 因此 杰克对这个汉斯印象很不错 由于被怀疑跟邱静有亲近 柏林来了专人把他押送回去 在临走前 杰克还给图纳留了一封感谢信 信中表示 感谢兄弟这些天来 符合人道主义的待遇 我很感激 只是您那边火事实在太差了 我承邀您在战后去我家逛过 哥们带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美食 一个英国人 嘲笑德国的蔡南芝 人间喜剧了家人们 被带到了柏林的杰克 被密集审讯 每天的问题都是 说 你跟丘吉尔到底什么关系 给你输出写信 让他找个够分量的武军俘虏来换你 杰克费尽唇舌 才让纳粹相信 自己跟丘吉尔没关系 人家出生在罗马 我家天生就是牛马 德国人信了 然后他就被扔进了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就是那个枪毙萨斯兄弟的集中营 跟手下没亲戚 还敢这么嚣张 找死 在集中营蹲了几天后 杰克就和几个军官 决定组团越狱 他们的越狱方法 非常老北京 没别的 就是他们第一道 两个多月后 地道挖好了 几个军官于1944年9月 逃出生天 然后他们就发生了 严重的分歧 两个军官认为 应该往西跑 盟军已经完成登陆 迎着他们归队最快 但杰克觉得 你们的脑子有点大病 那盟军是在西边 可是盟军前面 难道没有德军吗 应该先向北 跑到波罗的海岸 绕过德军防线回国 由于两边 谁也说不扶谁 只能分道扬镳 靠着多年的旅行经验 杰克效率起稿 很快跑到 距离海岸线 只有几公里的罗斯托克了 马上就要成功的时候 他却意外被人识破 在德军的疯狂追捕之下 慌不择路的杰克 发现了一座高墙 他身轻如燕地翻了过去 然后才发现 原来墙的另一头 是通辽唯一直径农场 监狱 御警们头一次 见到反向越狱的人 自投罗网的损失 被抓回去的杰克 挨了一栋毫打 开手他也变成了党卫军 就这样一直被关到了 1945年4月下旬 彼时到纳粹德国 已经新疆覆灭 国防军在找后路 而党卫军还死不改轨 于是 在国防军和党卫军的 一次小冲突中 逮住机会的杰克 趁乱在1945年4月28日又跑了 这次杰克展现了惊人的实力 仗着当年漫游意大利熟悉地形 他在八天内 徒步走了150多英里 吃尽苦头后 找到了一支美军装甲部队 这才掏出生天 结果回国后他才发现 他跑路以后 没几天德国就投降了 国防军把那些囚犯全都放了 还派车送到了盟军那边 就这样经历了战争 投袭 被俘越狱的杰克 好不容易回到家里 终于该消停了吧 答案是没有 德国投降后 杰克看到欧洲这边没仗可打 又提出申请 准备去亚洲跟日本鬼子过过招 军方考虑他之前在缅甸待过 新人们批准了他的请求 正当杰克兴冲冲的准备出发时 很快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 杰克气得破口大马 如果不是那些该死的养鸡佬乱扔运的弹 我本可以再打十年 但是在战后 本着一刻不得闲的精神 杰克在学会跳伞后 又申请调到了西福斯高地军团 这支部队驻扎的地方叫做巴勒斯坦 杰克在那里当了副营长 驻扎来耶路撒冷 1948年4月13日 一个普通的上午 杰克收到消息 有一支犹太车队正在被阿拉伯人围攻 我们需要去看看 此时的巴勒斯坦正在陷入种族抽杀之中 杰克带着部队立刻到了第一现场 发现围攻的阿拉伯人和车队的犹太人 正在激烈交火 杰克觉得自己有必要参与 但上级坚决拒绝 杰克尝试着把犹太人接走 但这群犹太人觉得杰克不是很靠谱 就决定在原地坚守 没有跟他走 此时阿拉伯人已经开始攻击英军 杰克只得兴兴而去 后来杰克才知道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了下午两点 犹太车队全军覆没 死亡人数达到了78人 这就是我们在以色列纳级提到过的 哈拉萨一楼车队大屠杀 这场惨剧刺激了杰克 他终于开始不再试图寻找动乱的地方 安心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 从事军销教官工作 对于杰克而言都只是换了个折腾的方式而已 他又给自己开发出不少新爱好 比如在澳大利亚期间 他狂热地迷恋上了冲浪 给自己设计了冲浪板 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冲浪选手 在退伍后 他又在泰晤士河上搞起了遥控模型 又成为了第一个挑战塞文和无始大潮的冲浪选手 除了业院号外 他在退休后还给国防部打工补贴家用 每次他下班后会坐火车回家 于是那条线路的乘客们经常会看到 有个老爷子会在火车经过某处时打开车窗 将自己的公文包用力扔出去 这种行为在一开始把乘客们吓得万死 大爷 你这是干啥呢 发现炸弹了 心理压力很大的乘客们最终找来了警察 在正式询问下杰克给出了理由 我扔的地方是我家护院 我把公文包扔出去 是为了下车以后少拿一会儿包 咋的了 碍着你们啥事的 事实上 生活中的确有些在自己看来很平常的事情 但在别人看来很反常 而且很多反常的事情你都意识不到 比如看到这里你才会发现 我这期节目里运用一句邂逅语 就这样 杰克一直折腾到了90岁 1996年3月8日 杰克丘吉尔在萨里郡的家中安然去世 虽然他一生没有什么伟大的壮举 但由于他有趣的生活态度 让他在英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获得了一个疯子杰克的外号 在他去世后 当面临他人的问题和质疑时 他的妻子罗莎蒙德丹尼的评断 才一语道破他90年人生的本质 事实上 杰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和表现 只是他在1939年以前 对生活热情的延伸 他追求的不是战争 他更渴望的是冒险